數位券讓大家比較方便去使用 可是因為綁定之後沒有辦法取消 這個當然也引發了怨言 而且在10月4號開始 我也問了經濟部部長 他說只有100線 那100線夠嗎 如果說大家同一時間打進去 是不是又會爆線 然後甚至是又是戰線當中 所以我覺得這個事情 既然我們都可以預想到 我們是不是把它配套做更好 讓人民感受到真的 我們是跟他們站在一起 那很多的民怨就會這樣解除掉了 蘇貞昌院長離民意越來越遠 他們怕他們失去支持者 比如說他硬拗3加11不是破口 這個對他們非常傷 他們到地方去的時候 因為5月13號陳時中間接證實 3加11是破口 那他又把它吞回去了 這個綠營不能夠接受 所以他拋口越來越猛 國民黨立委開始有點振作起來了 開始振作起來之後 那這時候會搶掉很多 這個民進黨立法委員的光芒 因為如果民進黨立法委員 再不開始展現出 應該有的制衡 跟立法委員的 扮演立法委員適當職責的話 他立刻就會被回到選區 就立刻會被選民唾棄 這是第二個很現實的一個選區的利益問題 國民兩黨跟其他在野黨立委 全面來杯葛行政院的時代 現在開始來臨 我們就是一個平台 那有時候行政院因為在做一些行政工作 可能有時候沒有辦法那麼直接去體察到民意 我們把第一時間的民意反映給行政院知道 讓他做一個很清楚的一些調和 甚至一些滾動式的檢討 那這樣的一個政策才會慢慢的 讓民意更接受 讓人民更能夠信賴 所以我覺得這沒有衝突 實際上現在行政院的很多的 大部分的政策 其實完全不跟立法院溝通 不溝通的程度 讓令人匪夷所思 民進黨的各派系的立委 本身的團結來制衡 或要求這個行政院鞭策 行政院進步的力量 其實是非常的大的 然後相較於這個國民黨立委的懶散 跟這個窝囊 你就知道說國民黨這個在野黨 扮演得非常的差勁 那政國會只是其中之一 其實各個派系的立委都會 根據他們的需求 非常強力的來監督這個蘇院長的內閣 那這個內閣我看積極可危 派系的鬥爭 他們希望蘇貞昌全晚端走 他們希望說你做得夠久了 換別人來做吧 蔡英文也藉著這樣的聲音 也要某種程度給蘇貞昌壓力 畢竟蘇貞昌替他擋很多子彈嘛 所以可能透過外面 透過不同派系給他壓力 也是有可能要促成他走的原因 日韓焦點全面掌握 東亞局勢全球關注 新時代的區域進和 台灣in or out 北周四晚間九點 環雨看東亞 帶您探索東亞震驚脈動